然後原本 下面是這個 這個是 這個海裡面有 我現在看仔細的話 那個雲霧開了 但是我只能說一望無際 我拍不到那個邊緣 一望無際的什麼 這個海很遼闊 然後上面很多東西載布載沉 夜海嗎 唉 會帶我們過來 會講 然後裡面很多人載布載沉 就是那種好朋友 然後在那邊輔沉 然後我就說 那請是帝君我來這邊 要了解什麼 然後要 轉達給陽世間的人什麼事 然後帝君 就 然後 他現在在我旁邊了 馬上就是那種瞬間未營 就過來我旁邊 然後我看他一下 他在馬上面這邊 然後 他講 他講台語 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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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 我們兩個 刹那間 是整個往 整個往那個 山崖一下 衝下去 整個 有沒有 就這樣 嘿 像流滑梯一樣 就對了 可是我不舒服 太快了 對 然後 我只覺得 我腳下有踩一朵花 一朵蓮花 我是一個小孩子的狀況 我踩了蓮花 然後往下看 那些都是 算是 還在等待輪迴 跟一些果報還沒有結束掉的人 必須在這邊 沉溺吧 是不是 就 瀑瀑鼎鼎這樣子 然後 下面很多人的聲音 我 尖叫聲跟 尖叫聲跟 哀嚎聲 很 下面那個聲音 是地獄來的 是不是 那些人在那個海面上啊 就呼叫啊 那 說真的 我聽了我也難過啦 我覺得 那個 指無上力 嗯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女生在那邊哭 大概十七八歲 一個女生在那邊哭 他說快救我 但是我 我沒辦法去表達什麼話 因為 我發現 他們的話我聽得到 可是我沒辦法回話給他們 有點像是那種隔閡 嗯 那我問帝君說 我 我請世紀說 我能不能 有話跟他們 對話 啊我聽到了 我聽到了 這女生 這女生 我現在扶的地方叫 叫夜海 然後 她 她之前 懷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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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外懷孕啊 然後墮胎五次 墮胎五次 然後沙葉很重 然後她現在在這邊 就是 懺悔 是嗎 我覺得她也在受苦受難 那種感覺 這個海喔 蠻好笑 不是 蠻奇妙的 她會 忽冷忽熱忽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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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忽冷忽冷 喔 OK 然後 我問她說 那妳在這邊多久了 她說 一百二十三年 一百二十三年 那我說 我就請 我跟這代表說 等一下我請示一下 這邊就 也不是往死城 還不算 但是她這邊又是屬於夜海 但是她在這邊一百二十三年 在過去那一邊 她被困在這邊 困一百二十三年 對 然後這邊有刑罰嗎 刑罰 欸 我看一下 這邊算是在 很像是我們那種看守所的狀態 妳知道嗎 我們被 妳知道嗎 被抓到先去看守所 之後判定刑罰 被拘留 才會被去那邊 所以她現在只是在拘留之中 對 還在宰服宰成對 這樣就要一百二十三年 很久了 然後 那她還要多久 有說嗎 沒說 不知道 然後她 她有在唱 她說她一直哭說她不應該怎樣 整個事 我也幫不了她 等一下我再問一下 那她是自然往生的還是 她自力造成的往生 她是崩雪 雪崩 第五次的時候崩掉 所以才往生的 對 但是這樣子她必須要在這邊 困在這個夜海 一百二十三年 嗯 這個 該怎麼講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 忽冷忽冷 然後有時候那種腥味啊 又很重 然後旁邊有好幾句是 應該是昏絕那種狀態 昏絕那種狀態 那種浮絲吧 嗯 還有骷髏 骷髏 骨骷那種骷髏 幫你掛髮帶 好 這樣不會 這樣不會 然後 我 我請示帝君 說 像這個女生這樣子啊 然後她在這邊 漂浮了一百二十三年 那她之前墮胎那五個生命吧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 是 欸 她們的壽命 我跟你講 她們 這五個 跟她有因果關係 媽 然後 帝君 就 那那那種 那種笑容 我覺得是很淡淡的 然後她就 撒那間啊 就把這個畫面 那樣 揮掉 你知道嗎 我換到畫面了 然後我 就不探討這個部分 就對了 我現在走在 一個 城門 城門 然後有關卡 然後是這個 這個 關卡的 冰 她這兩個是用的是那種 欸 類似銅鏡寫的 王死城 喔 現在到王死城 對 然後那城門很高喔 很高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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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我 我 我 請示帝君說 我現在是要 進城內 還是出城外 因為這兩個狀況 我覺得蠻特別的 你不知道你現在在城內 還是在城外 不知道 不知道 然後帝君 喔 那邊已經開門了 那個門 我只能說擠蛋糕啦 那個門 然後 嗯 很清晰 很清晰 我往前走 然後 旁邊有人 類似那種 那種人在 看我 有穿實裝的 那種青潮殭屍裝 那種東西 有沒有 然後在旁邊 看著我就覺得很納悶 因為 走就小朋友 然後穿那種 渡兜這樣 然後 我走在 我也穿下咖啦 然後 踩那個地磚上 這個 這感覺 很像棕影文化成 嗯 古色古香 對 那太陽 不是太陽 天色是屬於那種 昏暗的 所以 我不會很 示熱的 那種 不舒服 那也不會覺得很寒冷 那種景象 是屬於黃昏 可是沒有太陽 可以想像嗎 嗯 嗯 然後 反正就有點陰森的感覺 算大陰天 我不會怕 算大陰天 可是我不會怕 有人在 然後我進城了 嗯 然後 我覺得蠻特別 是旁邊這些人 都會敬禮 嗯 對你敬禮喔 對啊 因為我跟弟兄有點距離 因為我不太好意思 我不太好意思 跟他走得太近了 嗯 然後他沒夠近 然後我也這樣子 蠻屎辣的這樣子 然後 我進去 我現在大概六歲的小朋友 嗯 我進城有穿衣服了 然後 裡面好熱鬧 好像菜市場 菜西亞 然後 我看到一個很像穿實裝的人 嗯 有西裝 然後 男生喔 他走過來看著他一下 可以跟他聊聊天嗎 嗯 這個人 他身上 蠻特別的 他穿西裝 可是他有戴穿佛珠 嗯 然後 我這個六歲 我現在六歲 我就說阿伯 你 店要這麼多久啊 然後 啊 他這個日據時代死掉的 他是日據時代死掉的 所以他算枉死嗎 他是枉死的 所以他才會再往私塵 空難那時候把 啊 炸到了 啊 他要 他是 市商 欸 做買賣的 嗯 然後他在 回家的路途上 然後 又是那種 對炸死的 意外的 他的小孩 他的小孩 現在都七十幾歲了 他所知道的 嗯 木狼 他叫木狼 可是他是台灣人耶 嗯 然後 就是去時代的 對 然後 他 欸 帝君叫我跟他走 跟這個男的走 可以嗎 他帶你去哪裡 去他家 去他家喔 他在王死城裡面 王死城 據我們知道 不是都被關著的嗎 去他家 不見得 可以喔 好 我跟他走了 我跟他走了 他家 我覺得還蠻 很溫馨的 因為有一個小波糖 因為有一個小波糖